一组的矛盾激化 后来林心如慈善业风波 最近薛之间又惹了一身事 接二年更的状况 让直瓜群众感叹 卓伟孙子你快回来吧 我们梦了 想当初卓伟这个大狗仔 在娱乐圈叱咤风云的时候 还真能给观众一点指导建议 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但是大家知道吗 别看卓伟这么牛 但在一明星面前 他还真是大气的不敢喘 他就是古天乐 卓伟曾经爆料过 古天乐是整个娱乐圈 最虚伪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竟然是 古天乐捐过90多所学校 组伟竟然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这个很尴尬了 古天乐自从初代以来 一直都热衷慈善事业 这个小笔大家都知道 从2009年至今 古天乐在内地累计一家教学校 已超过90多所 累计金额超一元 而且大家能很少听到 古天乐的绯闻 古天乐热衷慈善事业 从来不为曝光 出名费心思 他没有豪车 也没有豪宅 只有捐款的 90多所古天乐命名的学校 有地级喷子会问 这些学校还要写自己名字 其实这是三感慈善会的规定 有玩意儿唱